有没有?冯友德看到云道子的神情,眉头一皱,声音大了一些。 有,就是上次来的那一批里的一个弟子,云道子不知冯友德为何突然问起白小纯,此刻有些紧张,赶紧点头。 我想起来了,是他啊,你立刻将他带,不,去将他请来,记得一定要客气。 冯友德哈哈一笑,立刻吩咐下去,此刻也想起了白小纯是谁,想到对方之前,竟然在速度上超越自己,冯友德当时觉得不舒服,可眼下态度改变,觉得这白小纯,毕竟是能让大人物关注之人,果然非同凡响。 啊,云道子睁大了眼,脑海嗡的一声,面色变化,甚至额头都开始冒汗,他觉得不对劲,尤其是冯友德居然说起这个字。 这句话里代表的意义,让云道子越想越紧张。 哼,还不下去,冯友德眼看云道子在听到白小纯这个名字后,就立刻冒汗,内心觉得疑惑,目光也凌厉起来。 堂主,这白小纯,他,他来不了啊,他去执行任务了。 云道子硬着头皮说道,内心却在咒骂李元胜,实际上之前他第一次看到白小纯时,就立刻认出,而白小纯之所以最终还是被酱魔堂选走,这里面云道子花费了一些心思。 按照李元胜与他的约定,只要他这里弄死白小纯,那么好处多多,这种事情云道子也不是首次去做,在他看来,一个弟子而已,就算是质子,又如何,在酱魔堂,他想让谁死,谁必须要死。 可眼下,云道子内心颤抖了。 任务哦。 冯友德一愣,他看了云道子一眼,目中灵力刹那如同刀子,他身为酱魔堂堂主,虽平日里不管事情,可对于整个酱魔堂内的一些龌龊之事了解不少,知道这一定是白小纯这里得罪了谁,不然的话,这云道子不可能如此神情。 去执行什么任务? 冯友德语气已有不悦。 是,是去执行灭杀一个银修左横峰的任务,云道子苦着脸,赶紧开口。 去哪里执行,如实到来。 冯友德眼皮一跳,盯着云道子,一字一字地开口时,语气已有冰寒。 去,地煞老怪的洞府,这,这左横峰是地煞老怪新收的弟子,云道子这一次真的郁闷极了,心底对于李元胜已经怀恨在心, 同时也觉得委屈,心想这白小纯既然有这么硬的关系,能引起唐主关注,早说呀。 什么? 冯友德眼珠子都要瞪了出来,袖子一甩之下,顿时狂风轰鸣。 这大殿内的摆放之物,全部轰的一声,在这疯狂下摧枯拉朽,全部崩溃成为飞灰,一股让云道子颤抖的威压与风暴,立刻扩散开来。 你让白小纯去袁英修饰地煞老怪的洞府,击杀他的弟子。 冯友德整个人怒火滔天,赶紧让他回来,他不需要执行任何任务。 冯友德怒吼一声,袁英修为散开,声音如天雷,传遍整个降魔堂。 来,来不及了,他都去了十多天了,按照时间来算,早就到了。 而且我,我给他的预检上做了手脚,出了宗门就没法用了,云道子被冯友德的怒火吓得哆嗦,赶紧跪拜下来,苦丧说道。 你,你,冯友德觉得自己的心都凉了,仿佛晴天霹雳,冷汗都出了一身,那地煞老怪一样,是圆英后期的修士,更是聚集了不少散修,尤其是此人有特殊嗜好。 一想到对方的嗜好,冯友德就内心紧张起来,想着若没有通天使者召见也就罢了,可若是召见之后,这白小纯就惨死在了外面,此事的后果难以估计。 而一想到那位大人物连半神老祖都近三分,冯友德顿时颤抖了几下,眼睛直接红了,面色不断变化后,大吼一声。 你干的好事。 此刻怒意冲顶,冯友德一巴掌扇了过去,轰的一声,直接将云稻子扇出了大殿,而他的身体也刹那飞出,到了半空后,双目赤红,声音传遍降魔堂。 所有降魔堂修士,实习之内立刻集结。 给我开启降魔战招,永洞州传颂阵全面开启,最大范围的开启。 立刻,冯友德发狂的大吼,整个降魔堂都震撼,所有听到声音之人,一个个面色大变,不敢有任何耽搁,起起飞出。 闸眼间,上万降魔堂的修士,一个个就出现在了半空中,起起败见冯友德。 与此同时,一艘艘足有万丈大小的惊人战州,也在这一刻被运转,飞到了半空中,放眼看去。 这十艘战州争鸣无比,通体漆黑,让人触目惊心。 没有结束,通往永洞州的传颂阵,此刻也瞬间全面运转,轰鸣之声回荡时,降魔堂的动静,立刻就引起了其他堂的注意,甚至就连空域长座,也都在七彩山上察觉,露出吃惊。 可还没等他们问询,冯友德就带着降魔堂这一万多修士,踏上战州,依靠传颂之力,哪怕花费巨大,也都不惜代价的,全部传颂离去。 轰鸣滔天,传颂阵的光芒闪耀,因传颂人数太多,使得其他三玉彩虹的修士也都看到,一个个都吃惊不已。 空域彩虹发生了什么事情? 这,这是空域降魔堂。 如此大的传颂规模,莫非是去灭某个宗门? 在这众人议论纷纷时,空域内的吃惊与哗然更多,李元胜也在人群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,他隐隐有种莫名的不安之感。 在这整个降魔堂出动,传颂永动洲的同时,永动洲内,白小淳一路小心翼翼,准备放弃这一次的任务,此刻正向着传颂阵的方向极齿。 按照他的速度,全力以赴的话,预计三天左右就可以到达。 此刻白小淳心底也在叹息,他不知道自己放弃任务回去后,会有什么惩罚等待。 再怎么惩罚,也不会真的要了我的小命吧。 白小淳给自己打气,此刻愁眉苦脸,正飞行时,他忽然脚步一顿,看向远方,立刻就看到在那里赫然有三道长虹,正急驰而来。 长虹内当中之人,是一个白净的青年,这青年很是俊朗,手中还拿着一把扇子,穿着一身大红长袍,看起来很是不俗,只是双眼内有些暗淡,似神采不多,仿佛是被酒色掏空的身子。 他的身边是两个老者,这二人竟是杰丹中期的修为,此刻神色冷漠,随着青年前行。 在白小淳看向这三人时,他们也看到了白小淳,彼此都愣了一下,此地荒凉,很难看到修饰身影,此刻彼此目光凝聚后,白小淳立刻警惕,尤其是他看到那青年后,更是内心咯噔一声。 此人,正是他接到的任务内的左横峰,在他的任务预检里,甚至还有对方的画像,一模一样。 居然遇到了,这任务果然有问题,筑基修士,居然身边跟着两个结单,该死的,我身为逆河宗少祖,出门都没有这种待遇。 白小淳内心一颤,眨了眨眼后,装作没看到对方,就要快速离去。 可他要离去,但那左横峰,却在看到白小淳厚,双眼猛的一亮,手中的扇子下意识地就打开,扇了几下后,嘴角露出一丝银笑。 好久没看到如此白嫩的修饰了,皮肤如此雪白,身材不胖不瘦,更为让人赞叹的是神情中还戴着青春,若换上女装,一定是个绝代佳人。 左横峰笑声传出,看向白小淳时,目中的光芒更为火热。 对于左横峰的话语,白小淳开始还没反应过来,可很快就觉得不对劲,转头看去时,看到了左横峰的双眼,尤其是那火热的目光,立刻就让白小淳觉得头皮发麻。 你,你在说我?白小淳有些猛,隐隐觉得自己在对方的目光下,似没有穿衣服一样,觉得怪怪的。 两位长老,拿下此人,这就是我要送给师尊的受礼了。 左横峰舔了舔嘴唇,哈哈一笑后,手中扇子一指白小淳。 那两个结单中期的老者微微皱眉,白小淳这里的修为,他们也看出了一二,若是换了其他时候,他们大都会选择彼此避让。 可眼下,既然左横峰说出了要以此人为受礼,他二人仔细地看了看白小淳后,也不得不承认,此人的确符合地煞老怪的口味。 于是二人看了看,目中都露出寒芒,直奔白小淳飞来。 小宝贝,别着急,我们有的是时间说悄悄话。 左横峰激动,目中的光芒更为闪耀,甚至脸上还出现了一些潮红。 白小淳此刻猛然间反应过来,立刻就到吸口气,眼睛瞬间睁大,怒吼一声。 我是男的。 我知道,一会儿哥哥会好好调教你的,如此角色,在这荒凉之地,着实少见啊。 左横峰黑黑一笑,话语间,那两个杰丹老者传出音爆之声,以逼近白小淳。 这两个杰丹老者,修为不俗,更是擅长联手击杀,此刻几乎不分先后,从左右两侧直奔白小淳。 还没等临近,左侧老者掐绝间,立刻从其手中滋生大量黑气,于身前凝聚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猙獰黑龙。 这黑龙全身虽是雾气组成,可却透出阵阵腐朽之意,所过之处,就连虚无也都仿佛要被腐蚀。 更有腥风扑面,使得地面丛林树叶,顷刻间就枯萎成为飞灰,这一幕让白小淳双眼收缩。 与此同时,右侧的杰丹老者一样凶残,在前行中,此人的脚下竟出现了一朵朵赤色的莲花。 这些莲花片片幻化,居然组成了一个阵法,笼罩四方,仿佛要封锁周围。 更是在这阵法形成之时,右侧老者的双目内,赫然出现了一道道复杂难懂的符文印记,随着双目的闪动而闪烁,使得这四周的虚无,一瞬间就充满了压抑之感。 一个以死气化斧,一个以身炼阵,白小淳面色变化,内心也郁闷,他本不想完成这一次的任务,可偏偏竟与对方遇到,原本按照他的想法,装作没认出来,直接走了就是,可他不愿惹事。 但那左横峰竟如此嚣张,甚至对自己这里生出了歹意。 这就让白小淳不高兴了,尤其是左横峰的话语,让白小淳觉得全身恶寒的同时,更有怒火,一想到自己若真的被对方擒住的后果,白小淳就觉得背后凉嗖嗖的,此刻怒吼一声,目中露出一抹寒芒,身上的煞气骤然散开。 在那两个结丹修士临近的瞬间,白小淳不但没有后退,反而向前一步踏出。 在这一步落下的刹那,寒门仰念觉在其体内骤然运转,向着四周轰然扩散,咔咔之声回荡间,中寒之气直接笼罩方圆数百丈,竟将此地化作隆冬,甚至还有雪花凭空出现,不但将那两个结丹修士覆盖在内, 就连左横峰也都在眨眼间被寒气弥漫,面色大变。 寒道功法! 那两个结丹老者,一样双目收缩,彼此在这寒气弥漫下顿时心惊,能将寒气修炼到这种程度,如改变一定范围内的天地变化,这在结丹修士内极其少见。 且在这寒气扩散下,在这范围内除了白小纯外的其他人,在速度上都将阴寒而降,慢上一些。 这一切说来话长,可实际上只是电光火时间发生,随着寒气散开,白小纯一步落下时,左侧老者的腐朽黑龙已临近白小纯前方不到一丈。 可这一丈,却再也无法飞越,从其头颅开始,寒冰瞬间扩散,眨眼间,这条猙獰的黑龙,竟被彻底冰封,化作了冰龙。 白小纯看都不看一眼,脚步落下的瞬间,他的身体刹那消失,出现时,赫然在了左侧老者的身前,右手抬起,向着面前这老者狠狠地一拳砸去。 轰的一声,那老者一脸不可思议,嘴角溢出鲜血,身体蹬蹬蹬,急速后退,失声惊呼。 瞬移。 不但是他这里骇然,右侧的老者此刻也是倒吸口气,一脸震撼。 几乎在他开口的同时,白小纯速如闪电,直奔左侧老者追击而来,右手抬起时,随喉索展开,更有犀利从其手中散出,速度之快,眨眼间就临近老者。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,直接就在老者的内心爆发,他呼吸急促,来不及多想,危机关头,老者双手掐绝,顿时激发了更磅礴的黑气,这黑气笼罩他的四周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骷髅头。 在白小纯靠近时,他大吼一声,爆发全部修为之力,要去阻挡白小纯的杀招。 还有右侧那位结单中期的老者,此刻也是焦急,知道这一次,他们招惹了一个恐怖的存在,一旦自己的同伴死亡,那么自身这里,怕也活不了多久。 双目顿时赤红,低吼一声,目中的符纹闪耀到了极致,甚至在他的身体上,都有符纹游走。 竟在这寒气内,强行激发了速度,直奔白小纯,要去阻止。 白小纯目中精芒闪耀,冷哼一声,速度不但没有减缓,甚至在背后都出现了翅膀,更是发动了汗山状,使得他的速度在这一刹那轰然暴增,掀起了刺耳的阴暴,快过了要来阻止自己的右侧老者,直接就与前方的左侧老者身前的黑雾撞在了一起。 这可以腐蚀一切的黑雾,在与白小纯身体碰触后,发出呲呲之声,可却无法去腐蚀太多,甚至可以说还没等去腐蚀,白小纯的右手已超越闪电的速度,直接就出现在了这杰单老者的脖子上。 你,老者睁大了眼,露出无法置信与骇然,声音还没等传出,白小纯右手狠狠一捏,咔嚓一声,这老者惨叫传出,身体急速后退时,他的脖子竟与身体扭曲起来,鲜血从他的口中不断地喷出,可协单修饰庞大的生命力支撑着他勉强存活, 此刻后退时,他的墓中露出恐惧,可还没等退出太远,白小纯右手抬起,摇摇一指,立刻他的锄带内,逆龙脚呼啸而出,如一道匹链滑破苍穹,直接从这后退的老者眉心瞬间刺入,穿透而过。 红的一声,老者瞪着大眼,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,坠落大地,直至死亡,他的目中都带着无法置信,似不敢去想象,自己只是一次失误,在交手时,被对方的瞬移占据了优势后,竟一路被碾压地,在几个呼吸内,就直接陨落。 在他死亡的同时,那全身阵法符纹游走的另一个结丹老者,内心咯噔一声,倒吸口气,全身的符纹,竟在这一刻,全部脱离身体,飞向白小纯石,还没等靠近,就全部自行崩溃。 顿时轰鸣之声滔天,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扩散,推动着结丹老者身体倒卷,他内心颤抖,目中带着恐惧,刹那就到了被寒气僵定在半空中的左横峰的身边,一掌拍在左横峰身上。 砰的一声,左横峰全身一震,鲜血喷出,双眼内的火热退去,取而代之的却满是恍然,被老者抓住手臂,向着远处急速逃顿。 这一切举动,行云流水,反应可谓极快。 翔早,白小纯猛地转身,眉心第三幕在这一瞬漠然睁开,爆出紫色的光芒。 这光芒一瞬间就笼罩在了这结丹老者的身上,使得此人脚步一顿,身体竟不受控制的,居然倒退回来。 眼看如此,这结丹老者目中露出绝望,狠狠地一咬牙,口中传出凄厉的嘶吼。 少主快走,此人不是寻常结丹。 他话语间,狠狠一推左横风,左横风嘴角溢出鲜血,身体化作一道长虹直奔远方。 此刻他内心哆嗦,生起了无数的后悔。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,随意遇到一个看起来似乎很好欺负的修士,居然如此强悍。 该死,该死,左横风哆嗦,不惜展开耗费受缘的术法,喷出鲜血,血顿而去。 就在左横风血顿远去的同时,他的身后传来了一声淒厉的惨叫,这惨叫很快就戛然而止,可传入左横风的耳中时,他的颤抖更多。 他的身后,那第二个杰丹老者,此刻在白小纯的通天法眼下,被束缚了身体,随着白小纯右手狠狠一捏,顿时这扩散在四周的寒气,一瞬间倒卷顺着老者的身体钻入,刹那就将其冰封成为雕像,被白小纯一指落下后,雕像崩溃,四分五裂。 还有你,都是你逼我的。 白小纯恶狠狠地盯着左横风远去的背影,他一想到方才对方的吟笑以及话语,就觉得背后凉风阵阵,右脚在地面狠狠一踏,肉身之力全面爆发下,轰的一声,大地直接坍塌,出现了一颗深坑的同时,白小纯借力之下,身体骤然冲出,背后翅膀急速扇动,汗衫状更是加速,使得他的身影之快。 哪怕左横风血顿,竟也无法逃出,很快地就被白小纯直接追上。 他刚一临近,立刻寒气扩散,左横风身体颤抖,在这寒气下,双腿僵硬,速度也慢了下来。 随着白小纯右手狠狠一指,笼罩在左横风身边的寒气,立刻化作了一道道冰刃,向着左横风直接卷去。 你敢杀我,我师父,左横风发出凄厉的惨叫,话语刚说到这里,那些兵人直接从其身体上横扫而过,分割身躯,行神俱灭。 未完带血。 哼,你师父又如何,这次不杀你,万一让你这恶心人的家伙成长起来,回来报复我怎么办? 就算是打不过我,你去报复我的那些好朋友怎么办? 白小纯咬牙开口,他这一次是真的被恶心到了,此刻嘀咕了几句后,突然的,他的除袋内,小乌龟露出了头。 按照龟爷我以往的经验,那些有背景的家伙,只要临死前这么一喊,他们的背景就会出现,小乌龟摇着脑袋,傲然开口时,白小纯头皮一麻,嘀吼一声。 闭嘴! 白小纯有些紧张,心虚地看了看四周,觉得不安,正要离去,可就在这时,突然的,远处有一声超越天雷的怒吼,轰隆隆地横扫天地,咆哮而来。 是谁杀我爱托? 这声音之大,竟掀起了风暴,使得天地色变,风云倒卷,就连下方的丛林也都剧烈地摇晃起来。 白小纯面色大变,哀嚎一声,都怪你,你这是什么嘴呀? 白小纯哭丧着脸,这传来吼声之人,仅仅是声音就这么恐怖,可以想象一定不是杰丹,极有可能是原鹰。 一想到,对方是原鹰修士,白小纯就全身汗毛耸立,惨叫中玩命般,展开拳速,向着传颂阵的方向急速逃顿。 无视老夫地煞的存在,居然敢在老夫的洞府门前,击煞老夫爱徒,你找死。 那带着滔天怒意的声音,再次传出时,距离白小纯这里更近了。 白小纯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,立刻就看到远处的天地间,赫然有一片足有数千丈大小的黑云,如排山倒海一样,正呼啸而来。 黑云中,赫然存在了无数的冤魂,这些冤魂一个个都在嘶吼,甚至相互之间还有撕咬,看起来触目惊心。 在那黑云上,站着一个穿着黑袍的老者,正是左横峰的师父,地煞老怪,他背着手,眼如闪电,神色阴沉,目有怒意。 白小纯与他目光隔着千丈,可在碰触的一瞬,他依旧脑海轰的一声,体内修围镜颤抖不稳。 真的是原因。 白小纯惨叫一声,此刻眼泪都快出来了,他一想到对方的话语所说的意思,自己是在其洞府门前杀了其爱徒,他就心中委屈。 我都要走了,是他来惹我的呀。 还有星空到集中,给我找个任务,看起来是灭杀一个住击后妻,可却没告诉我,这恶心人的家伙,有个失尊式原因啊。 白小纯越想越是委屈,此刻不死长生宫展开,甚至寒气扩散,以此方法顺移逃顿,可还是很快的,就被身后那片翻滚而来的黑云追了上来。 给我死,一声怒吼,从白小纯头顶传来,黑云笼罩间,一个大手从黑云内直接落下,足有百丈大小,向着白小纯这里直接轰来。 气势惊人,威压滔天,更有一股封印之力锁住四方,大地颤抖,草木刹那枯萎,白小纯的身体内,甚至还有生机之力控制不住地被抽搐。 眼看这大手就要落下,危机关头,白小纯尖叫一声,立刻激发体内九周图,这九周图瞬间出现笼罩白小纯,一卷直下,竟展开类似挪移传颂之力。 在那大手落下的刹那,白小纯的身体骤然消失,出现时,已在了数十里外,他面色苍白,来不及回头,再次展开全速急持逃顿。 你逃不掉,等老夫将你抓住后,必定包下你的皮,给你点天灯。 他的身后,地霎老怪脚下的黑云,再次追上,翻滚间又一次笼罩在了白小纯的上方,遮盖了阳光时,地霎老怪右手抢。 掐绝,向着地面一指。 立刻整个大地轰鸣,竟在白小纯的四周方圆千丈内,所有的草木全部枯萎,化作了黑气升空。 眨眼间,竟在这千丈形成了一个圆圈,如同封印,使得白小纯无法冲出这片范围。 在白小纯面色变化的同时,那只黑色的大手,第二次从云层内轰轰而来,直奔白小纯时,白小纯惨叫一声, 再次施展九州图。 瞬间消失,可出现却不是在千丈外,而是这千丈范围内的一处黑气形成的避障闪耀。 他的身影,被强行阻断了瞬移,出现在了这里。 刚一出现,那黑色大手,再次来临,白小纯目中露出绝望。 在那圆英的追杀下,他根本就无法逃走,眼看危机,白小纯猛地大吼起来。 你敢杀我,我背景老大了,你敢动我一下,你死定了。 白小纯说完,地煞老怪冷哼,黑色大手速度更快,眼看就要拍下。 就算拿出龟纹锅,也没用啊,白小纯眼泪出来了,他觉得左横峰一说这句话,立刻骑师傅就来了,可自己说这句话,怎么没人来。 正在这危机关头,白小纯双目赤红,准备豁出去一拼时,可突然的。 地煞老怪,你敢。 一声气急败坏,近乎疯狂地怒吼,从远处默然传来。 这声音的出现,让那黑色大手一顿,地煞老怪猛地抬头,目中甚至都露出一丝震撼,居然吸了口气。 白小纯也愣住,赶紧看向远方,立刻就看到远处的天地间,云层翻滚,似有千军万马在内,使得天地色变,风云狂卷,隐隐可以看到十艘惊人的占舟。 正以极快的速度直奔此地而来。 占舟上,足有上万修士,一个个散发出修为的波动,使得整个天地仿佛成为了大海,掀起了无穷无尽的波涛骇浪。 甚至,在那十艘占舟前方,此刻竟有刺目之光明具,锁定地煞老怪,几乎在白小纯看去的刹那。 这十艘占舟前方的刺目之光,就发出滔天的轰鸣巨响。 这声音之大,震耳欲聋,甚至让得大地都颤抖,化作了十道长红,直奔这里,呼啸而来。 速度之快,似刻已穿梭虚无,瞬间临近,轰在了地煞老怪的面前。 地煞老怪面色大变,袖子狂甩,无心理会白小纯,猛地后退。 几乎在他后退的同时,轰鸣之声更强烈地扩散开来,那黑色大手直接被光柱撕裂,就连半空中的黑云也都在光柱下全部崩溃。 而地煞老怪,虽抵抗了这一道道光柱,可却身体退后千丈,面色不断变化时,这十道光柱在大地上,直接轰出了十个巨大的深坑。 大地颤抖,白小纯不断吸气时,一道身影从一艘战舟上直接飞出,直奔此地而来。 人还没到,声音就传遍四方,地煞老怪,你敢伤我祥摩唐弟子。 此人,正是那位慈眉善目的祥摩唐堂堂主冯友德,他的身影展开全速,轰鸣而来,刹那就出现在了地煞老怪的面前,右手抬起,狠狠一拍而去。 冯友德,你疯了不成。 地煞老怪面色变化,身体再次后退,传出怒吼,心中更有恐惧与茫然。 他觉得自己没怎么招惹这空域的祥摩唐啊,他们至于吗,为了自己,居然出动了如此规模。 他话语刚出,那十艘站轴前方的刺目之光,再一次轰然爆发,直接横扫苍穹,直奔地煞而来,巨响滔天,地煞喷出鲜泻,惨叫中急速后退,他披头散发,很是狼狈,甚至一条手臂都崩溃了。 此刻目中带着愤怒与委屈,向着逢有的大吼。 十艘灭英州啊,你你你,你疯了。 为了杀我,你们至于吗?搞这么大场面,出动十艘灭英州损耗的资源,值得吗? 地煞老怪胆颤心惊,大吼之鱼,不惜代价展开秘术,急速逃顿,内心也有绝望,他觉得自己这一次真的要陨落了,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星空到集宗为了杀自己,居然付出如此手笔。 死在十艘灭英州下,我也认了,地煞绝望,可求生之意还是爆发,急迟逃顿时,他忽然觉得不对劲,回头一看,冯友德居然没追。 地煞狂喜,激动得加速急迟而去,内心颤抖,更有劫后余生。 此刻的白小纯,呆呆地看着这一幕,看着那十艘惊人的赞舟,看着降魔堂的堂主,在半空中的绝世神威,他渐渐地感动起来。 宗门对我太好了,白小纯眼圈都红了,他觉得自己之前不该怀疑宗门,此刻激动中,连忙向着半空中的降魔堂堂主抱拳一拜。 弟子,白小纯你还好吗? 白小纯话语还没等说完,冯友德就紧张地看了过来,立刻问道,未完带血。 白小纯更感动了,他觉得宗门对自己太好了,尤其是这个降魔堂的堂主,不但亲自出现,更是带着一万多人,还有那十艘一看就极其不凡的赞舟。 甚至还记得自己的名字,这一切让白小纯感慨之余,虽也疑惑为何这四周的上万修士,一个个在看向自己时都带着疑惑与诧异,可还是大声地开口。 弟子白小纯没事,冯友德深吸口气,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,关切地问道,有没有受伤? 说完,他仔细地看了看白小纯,确定他身上没有什么伤势后,从除袋内又取出一些丹药,递给白小纯。 回去后吃下,别有什么隐伤在身,我降魔堂不能让弟子流血又流泪。 冯友德双目露出欣赏,拍了拍白小纯的肩膀。 以杰丹修为,竟在原英真人的手中坚持了如此长久的时间,白小纯,你为我降魔堂立下大功。 冯友德大笑,话语传出时,四周的上万修士都面面相去,他们不知道白小纯这里到底立下了什么功劳,一个个心中也都生起各种猜测,觉得冯友德这里对白小纯似乎太好了一些。 尤其是里面一些降魔堂的老弟子,他们了解冯友德,看到这一幕后,一个个睁大了眼,暗中不断揣测。 他们从来没见过冯友德这么对一个弟子,要知道平日里冯友德看似慈眉善目,可实际上却小肚鸡肠,牙子必爆,稍微不悦,就会让人如置身隆冬。 甚至暗中在降魔堂内,冯友德有个弟子之间的称呼,称其为冯阎王。 可眼下,亲眼看到冯阎王竟对白小纯这里如春风一般,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心神震撼,联想之前冯阎王气急败坏地召唤所有人,甚至不惜调动石松灭英州,显然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救白小纯。 这白小纯,他是谁?什么来头?白小纯与唐主,什么关系? 种种猜测浮现众人脑海时,云道子在人群内,此刻身体抖似筛糠,不断吸气,那些哀嚎,惶恐到了极致。 但是,对于唆使自己暗算白小纯的李元胜,更是恨之入骨。 该死的李元胜,你这是要害死我了。 白小纯听到冯友的话语,愣了一下,很是诧异。 可觉得,既然眼前这降魔堂堂主都这么说,那一定是自己无意中立下了大功,于是挺起胸口,神色摆出一副汉不畏死的模样,大声开口。 这点伤势不算什么,弟子只不过是之前灭杀了二十多个金丹修士,又斩杀了上百个助级强者,最后又在那元英老怪手中与其缠斗一番。 我白小纯誓思思守护降魔堂,为降魔堂干脑涂地,义不容辞,取取功劳,不足挂齿。 他这么一副样子,让四周的降魔堂修士一个个瞠目结舌,想笑却强自意志,纷纷神色古怪起来,就连冯友德也都忍不住干渴一声。 他之前的话语,本是为了照顾白小纯,刻意这么说,如此一来,回去后就可借助这个由头,赏赐大量贡献点下去。 可这白小纯竟说得如此夸张,使得冯友德都觉得尴尬了,眼看白小纯还要开口,连忙打断。 好,咱们回宗再说。 冯友德袖子一甩,带着四周万人,化作一道道长红,直奔传颂阵。 一行人浩浩荡荡,很快就通过传颂阵,回到了星空到极宗的空域彩虹上。 这一次雷霆出击,白小纯的名字立刻传遍整个降魔堂,所有降魔堂的弟子都印象极为深刻。 尤其是冯友德对白小纯的态度,更是让其他人这里,在看到白小纯时,都有了敬畏之心。 在这众人敬畏时,降魔堂大殿内,冯友德召见了白小纯。 云道子身为冯友德心腹,不安地跟随在身边,看着一旁的冯友德那慈眉善目的表情,带着温和的微笑,更有鼓励赞叹,正火热地望着其面前的白小纯。 这样的冯友德,是云道子这些年来,很少见到的。 这一幕,让云道子更颤抖,那些哀嚎,知道自己这一次,算是惹了大祸。 小纯,这一次你做得非常好,既然你立下这绝世功劳,老夫做主,从此之后,降魔堂内所有任务,你都可以免除了,在这里,你可以放心修行。 冯友德目中的欣赏越来越浓,看着白小纯笑道。 白小纯这一路,始终沉浸在感动之中,此刻听到冯友德的话语后,他内心一阵,看向冯友德。 唐主,你对我太好了,白小纯感动开口。 何止是太好,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,云道子在旁边看着冯友德与白小纯的交谈,心底苦涩难难,双腿忍不住打起来白子。 哈哈,这是你应得的,以后就把降魔堂当成是你的家,在这里,你不会有任何危险,不要担心,要好好地修炼,争取早日突破,踏入原因。 冯友德笑道,声音越发地柔和。 白小纯深吸口气,他觉得自己太幸福了,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,虽然他也在琢磨自己到底立下了什么功劳。 在这修炼中,但凡有不懂的,你就来找老夫置于贡献点,凭着你这一份功劳,你可以从降魔堂内换取你一切修行的必要之需。 唐主,白小纯身体一战。 哈哈,不要露出这种小孩子般的神情,小纯,降魔堂是你的家,老夫是这个家的家长,对你好,是应该的,这是老夫从药堂内专门给你取来的,适合结单修饰修行的单药。 你拿好,记得,一定要尽快突破,踏入原因,这,就是对老夫,对我降魔堂,最好的报答了。 冯友德笑容更为和蔼,递给白小纯一个除袋。 唐主,白小纯身体再次一震,结果除袋后,他的感动已无法形容。 向着冯友德抱拳一拜后,冯友德又鼓励了几句,这才让白小纯退下。 白小纯一路带着激动,离开了大殿时,冯友德脸上的和蔼瞬间消失,化作了阴沉,狠狠地看向身边的云稻子。 云稻子,你干的好事。 云稻子扑通一声,立刻跪拜下来,脸上神色灰拜,更有求饶之意。 唐主,我错了。 好在白小纯这里无碍,否则的话,你就坏了老夫的大事。 冯友德冷哼一声,袖子一甩,一股狂风卷在云稻子身上,直接将其卷出大殿,云稻子喷出鲜血,勉强站稳。 若非是看在这些年你的忠心,这一次老夫定包了你的皮。 从现在开始,白小纯在降魔堂内有一丝一毫的损伤,老夫让你好看。 冯友德声音带着冰寒,传入云稻子耳中时,云稻子身体颤抖,在大殿外连忙抱拳,大声开口。 唐主放心,弟子誓死完成任务。 伴上之后,见大殿内再没有声音传出,云稻子嘴角再次溢出鲜血,他擦去血字,看向远处时,墓中露出怨毒。 这怨毒不是针对白小纯,而是针对李元胜。 李元胜! 云稻子咬牙,身体一晃,骤然飞出,直接冲出降魔堂的范围,飞奔李元胜在其家族之外的洞服。 不多时,云稻子就来到了李元胜的洞服,右手抬起,向着那洞服大门狠狠一挥,轰的一声,洞服震动。 李元胜正在打坐,此刻双目睁开,皱着眉头走出洞服,一眼就看到了洞服外,气势汹汹的云稻子。 云稻兄,你李元胜刚一开口,还没等说完,云稻子怒吼而来,掐绝之下,立刻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, 直奔李元胜而去。 李元胜,亡我云稻子认为你是一个可交的朋友,你竟如此害我。 我怎么害你了? 李元胜愣住,立刻后退,勉强避开云稻子的神通后,一样怒道。 你让我去灭白小淳,你这根本就是要借他的手来弄死我。 你知道那白小淳是什么人吗? 李元胜,我云稻子可有得罪过你。 云稻子眼中露出血丝,速度极快,轰的一声,直接派在李元胜的身前。 不可能,此人只是一个中游宗门的质子而已。 他,李元胜嘴角溢出鲜血,不断后退时,听到了云稻子的话语,他也是大吃一惊。 他根本就不是一般人,逢堂主一听他有危险,面色都变了。 我从来没见过堂主如此神情,竟带着降魔堂一万弟子,还有整整十艘灭英州,直接杀了过去。 李元胜听到这里,眼珠子都要瞪出来,呼吸急促,失声惊呼。 这怎么可能? 你都不知道,那地煞老魔伤的有多惨。 云稻子怒道,对李元胜恨之入骨,可毕竟对方家族势力太大,云稻子发泄一番之后,袖子一甩,带着怒意离去。 未完带血。 直至云稻子离去,李元胜站在洞府外,面色清白不定,嘴角还残留着鲜血,他的呼吸急促,渐渐握紧了拳头。 那白小纯,只是一个中游宗门的质子而已,且那逆河宗,至今还没有出现天人静的存在,根基不稳,随时可以被覆灭。 这么一个质子,能有多大的来头? 李元胜咬牙,有心放弃,可却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,一想到当日在空城内,自己在人前受到的连番羞辱,心高气傲的他,就立刻失去了冷静,目中寒芒闪耀。 这一次一定只是巧合,是降魔堂云英真人与那位地煞老怪之间的矛盾,我不信那白小纯,背景比我还大。 云稻子既然不肯帮我,那么这一次,我自己动手,定要让那白小纯知道天高地厚。 李元胜狠狠一咬牙,取出欲剪,思索半晌后,立刻发动自身的家族力量,请人相助。 数日后,李元胜走出洞府,神色内带着阴冷,一晃之下,直接通过传送阵离开了空域彩虹,去了下方的空城,直奔空城内西部沙漠中,白小纯的客栈所在。 此刻的客栈内,随着张大胖等人的陆续飞升,只有徐宝才一个人留在这里,带着一群修饰坐镇,每天看着大笔大笔的贡献点入账,很是滋润。 还是在这里好啊,要什么有什么,少祖他们都羡慕。 徐宝才满足地躺在那里,四周有七八个侍女,正在为他揉捏全身,感受那一双双小手传递来的温暖。 徐宝才慢慢脸上露出笑容,右手一勾,抱住了身边一个相貌秀丽的侍女。 今天老爷,选你侍寝了。 徐宝才眯着眼笑道。 宝才老爷,这侍女羞道。 徐宝才哈哈一笑,心头火热,正要翻身时,突然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,从外面骤然传来。 眨眼间,如同地动山摇,整个客栈颤抖,轰鸣中,房顶竟直接被掀开。 一时之间,无数人惨叫,四周巨响弥漫时,整个客栈竟直接坍塌。 徐宝才惨叫一声,赶紧冲出,内心颤抖的同时也有怒意,气急败坏的正要开口。 突然的,他倒吸口气,看到了半空中穿着黄色长袍的李元胜。 给你一炷香的时间,联系白小纯,让他给我滚下来。 一炷香后,若他不出现,此地李某将拔下封地棋。 李元胜冷声开口时,右手抬起一挥,顿时火海漫天降临,锁过之处,客栈顿时被燃烧起来。 露出了在客栈中间,一处插着小旗的区域,那面旗正是白小纯地将这方圆十里化作自身私产的封地旗。 徐宝采眼珠子都红了,看着四周的废墟,看着那一个个惨叫重伤的青龙会修饰,他呼吸急促,明知道这是对方要引下白小纯,可他没有别的办法,此时必须要通知白小纯。 于是立刻拿出预检,向白小纯传音。 与此同时,空域彩虹上,白小纯盘膝坐在洞府内,吞下冯友德给自己的丹药,感受着修为的磅礴,打坐吐纳后,他双眼睁开,常常吐出一口浊气。 对于数日前涌动周的一幕幕,白小纯多次回想,都觉得不可思议,他也思索过很多种可能,但都觉得不大对。 先是空域长座的态度,而后又是冯友德的转变,这里面有问题啊,要不要找个机会试探一下呢? 白小纯摸着下巴,正琢磨时,忽然神色一动,低头从橱袋内拿出一枚玉剪,临时一扫后,立刻在他的脑海里就传来了徐宝才哭诉的声音。 少祖救命!少祖,那李元胜又来了,把咱们客栈烧了,很多青龙会的兄弟都被重伤。 那李元胜让我告诉你,你若一注相不来,他就要拔旗了。 少祖,怎么办啊?徐宝才哭诉,白小纯听到后,立刻吸了口气,怒意生气。 要拔旗,那是我的私产。 还烧我客栈,李元胜啊,李元胜,你之前暗中要害我,此时我还没和你算,现在你竟有如此欺负人。 白小纯怒了,徐宝才被欺负,客栈被烧,其要被拔,这一件件事情让白小纯猛地站起身。 要引我下去吗?在这空域彩虹,不方便对我动手。 也好,这也正是我所想的。白小纯从除袋内,直接将降魔堂的令牌拿出,挂在自己身上后,立刻飞出洞府。 我以降魔堂的身份去,这李元胜若敢对我动手,就是对降魔堂不敬。 白小纯一路气势汹汹,很快到了传颂镇,临走前。 他想了想后,给降魔堂的堂主冯友德传递了消息,这才放心地踏入传颂镇内,刹那消失,出现时,已到了空城,一路飞奔,很快就到了西城的沙漠之地。 远远的,他就看到此地有大量修饰围观,远处有黑烟滚滚升空,火光弥漫,那里正是他的客栈所在之地。 眼看着自己的客栈成为了废墟,看着徐宝才以及青龙会的众人,一个个都在四周,每个人都面色苍白,嘴角溢着鲜血。 而那李元胜此刻站在废墟中心的火海内,他的面前正是白小纯的封地气。 李元胜,你敢把我的气? 白小纯大吼一声,身体默然飞出,人还没到,他的寒气就骤然扩散,刹那覆盖四方,使得焚烧客栈的火海,瞬间一顿似要被熄灭。 李元胜抬起头,看向白小纯的瞬间,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,右手抬起向着白小纯一指,立刻在白小纯的四周,瞬间虚无扭曲,振振惊人的气息猛地爆发出来。 有四道身影,竟从虚无内一步走出,白小纯面色一变,脚步刹那停顿下来,四周的寒气更为强烈,冷眼看向从虚无内走出的这四人。 这四人都是青年,修为竟全部都是杰单中期,且明显与之前李元胜身边的那些纹固不一样,一个个神色阴冷,煞气弥漫,显然是真正的天骄之辈,且杀戮不少的样子, 就连相貌也都有些相似,肾上的穿的衣服,竟是绿色。 这四人一出,四周修士大多数不认识他们,可还是有个别之人,在看清了这四人后,顿时吸气,狮声惊呼。 炎火四子 星空到几榜上,排名都在前三百的炎火四子。 在这个别之人惊呼时,白小淳也皱起眉头,这四个绿袍弟子,每个人身上的威压都不弱,甚至比左横峰身边的那两个杰单修士还要强悍一些的样子。 李元胜哈哈一笑,向着四人抱拳一拜,又看向白小淳时,目中露出锐丽之蒙。 白小淳,今日知识不管如何,你这客栈是不可能存在了,今天这里的封地棋李某拔定了。 李元胜大笑,他这一次请动了炎火四子,信心十足,尤其是四人一起出面,任何一个都是与白小淳一样的杰单中妻,在他看来,足以碾压白小淳了。 不但要把你的棋,甚至连你这里,今天李某要让你知晓,有些人不是你可以得罪的。 李元胜大笑,右手抬起一挥,顿时他四周火海再次扩散,轰鸣八方时,四周的废墟几乎化为焦土。 动手,随着李元胜话语传出,白小淳四周的炎火四子,目中露出轻蔑,四人同时向前走出一步,顿时有惊天动地的火焰之力,赫然从他们四人身上爆发出来。 远远一看,居然形成了四尊火焰巨人,化作惊天的威压,向着白小淳直接轰杀而来。 他们没有要击杀白小淳之意,可却打定了主意,要在这里让白小淳重创。 白小淳双眼一闪,右手掐绝猛的一挥,顿时寒门仰念绝爆发,寒气在他四周急速凝聚,向外不断扩散时,白小淳后退竖步,仰天大吼。 太欺负人了,你们太过分了,四个打我一个,还要把我的旗回我的家业,你们这是想要我的小命啊。 堂主快来,有人要杀我啊。 白小淳用了最大的力气吼道,声音如雷霆,传遍四方时,还没等那炎火四子与李元胜反应过来,突然的,整个苍穹骤然雷霆轰鸣,风云色变,似有无穷之力推动波纹,浩荡无边时,一股惊人的气势,直接从天空降临下来。 隐隐地,可以看到半空中,竟走来一个老者,这老者一脸阴沉,目中更有寒芒,随着出现,威压更为强烈,使得大地震动,地面上所有人都身体颤抖,看到这老者的瞬间,一个个内心惊呼。 这老者正是降魔堂堂主冯友德,谁敢要白小淳小命,他的声音带着怒意轰鸣天地,喂完带血。